早知好 讲起来洗漱 第一件事我们就先把这个 太多了 看一下它上面有好渴的 第一件事是要先冲一下毒色 这个鼻炎啊在北方是越来越严重 一天比一天严重 水白白的流掉 水有点烫 不行 稍微得亮一亮 敲到鼻子里了 发现我们保护没有后目镜 突然想起来 我的雪具里边不就有后目镜吗 这个可以带着吗 带着是不是很夸张啊出去 这个稍微弄好点 都是奥克里的 这个是可以戴眼镜进来的 很方便 要我戴眼镜经常 收拾一下这些雪板之类的东西 今天没有时间去滑雪了 等我们哪次冬天的时候啊 看看能不能去滑雪 去其他地方 头盔好久不见 这是我的头盔罩 带狗头 狗头头盔罩 那个时候很喜欢玩把这个套的头盔外边去 手套 护膝 护板 雪服 整理一下我们的雪包吧 鞋子是不是应该擦一下 这里边还有什么 哦大家肯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塞到鞋子里 这个 一卷一卷的 这个是在冬天滑雪的时候脸部可能会被吹伤 然后把这个胶带贴到脸上的 贴到脸上的胶带 防冻伤的胶带 因为我们经常去滑雪的时候啊 气温特别的低 整理一下我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手套啊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手套 这手套怎么 当时一只一只呢 其实我们滑雪的时候穿特别薄 就包括这种护膝啊 都是这种护膝护肘 都是这种超薄超薄的 刚学滑雪的时候穿的很厚 这些这些就是这种 这些什么时候的手套 这些是这些手套 现在就还好了 不会穿那么厚 整理一下 看这个包包很方便 怎么滑雪时候经常要带什么 云南白药气无忌 雪包里必备 不然的话摔倒 还有这种小改缀 因为有时候要调固定器啊 这些东西 不一定需要拆个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铁包里的标配 这样拿着就可以了 把它找个地方放起来 把护目镜拿出来就好了 带着护目镜出去 确实是有点夸张